大家好,我是小木头 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的视频频道 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样好东西 叫OLAMA 也就是现在我在屏幕上 所分享这个可爱的小动物 什么是OLAMA呢 那得先从LAMA2说起 LAMA2是由META开发的一款AI语言模型 它的运行是需要相当可观的计算资源的 包括了GPU 而OLAMA也就是现在我所分享的这个项目 它是在GitHub上的一个开源项目 那今天我们就通过这期视频的分享 来介绍如何利用OLAMA 来在本地环境运行LAMA2 OLAMA做了些什么呢 它为开发人员提供了 在本地运行LAMA2等大约模型的方案 它通过Modify也是模型文件 OLAMA打包模型权重配置等数据为单一的一个包 并对安装和配置包括GPU的使用做了优化 另外也非常重要的一点是Lanchion也对其做了集成 在Lanchion的官方文档在这里呢 我们会看到它有一部分是对OLAMA的集成 这样我们就能通过几行代码 再加上简单的安装配置 就能够在本地环境运行LAMA2 当然了 这是OLAMA为我们做了优化的LAMA2模型的运行 那今天我们就通过这期视频来分享一下 如何安装配置如何运行 同时如何使用Lanchion框架来实现 与LAMA2模型的交互 一切都会在我的演示环境中完成 演示环境呢是老版本的MacBook Pro 并且没有GPU 可能后续的代码执行 大家会听到一些风扇的轰鸣声 那还请大家见谅 好了 对LAMA2和OLAMA做了简单介绍后 那我们就进入今天分享 来看看如何在本地环境完成 LAMA2模型的部署安装和执行 首先要提示一下 OLAMA这个项目还是处于早期 因此呢 大家可能在使用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同时 安装包仅限于MacOS 对Windows和Linux来讲呢 大家还需要从原代码来进行编译 编译步骤在这个Github上的项目主页上 也有非常清晰的介绍 大家可以按照Building的step步骤来完成就好 我们使用的是Mac 那就通过下载安装包来安装 那它所支持的模型呢 在这里也有列出 通过OLAMA的命令行接口 可以进行模型的下载 我们今天所演示呢 就使用最基本的这一款LAMA2这个模型 大小是3.8G 下载是第一步 首先呢 进行OLAMA的安装包的下载 在这里通过点击download可以进行下载 我已经下载过了 在这里我取消它 下载完成后呢 大家会看到一个zip包 解压后会得到一个现在我所高亮的这个OLAMA的应用 点击它 会看到一个提示 你将这个应用移动到applications目录 这个呢 我们可以操作 我已经移动过了 我就不再操作了 在这里会欢迎来到OLAMA 在这里呢 提示安装命令行接口 也就是命令行工具 OLAMA 我已经装过了 那我就跳过这一步 大家也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去跟随它的指令完成 那完成以后呢 哎 我想想我怎么把它给退出呢 对 安装完成以后 当在应用中启动这个OLAMA的时候 会在顶端的菜单栏看到一个OLAMA的图标 这表示它已经启动了 那我们来到 回到这个Github代码仓库 在文档中 如果要基于LAMA2模型进行聊天 可以通过命令行工具 OLAMA runLAMA2这个命令 在安装包的运行过程中 就会完成这个OLAMA这个命令行工具的安装 那在命令行就会有这个工具可用 那当在MAC系统上安装和配置了OLAMA以后呢 如果我们用PS来查看进程 是会看到这么一个进程的 它监听在111434端口上 这个端口呢 后面我们在这里也会看到 我们在Lancher文档中也可以看到 这里会指定一个端口 111434 这正是OLAMA的监听端口 那我们现在就通过命令行工具 OLAMA来运行LAMA2模型 在这里因为我已经运行过 同时模型的文件配置这些数据都已经下载 所以这里直接进入了交互界面 第一次运行的时候呢 会花一些时间下载这些模型文件 那我现在可以给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这是一个交互式的流式的输出体验 大家在这里呢会发现 好像它还挺慢的 那主要还是因为我的整个运行环件配置 相对还是比较粗糙 那么在这里就无法 我猜一下 它就无法非常高性能的 与我进行交互 那咱们就稍等一下 在这里等待过程中呢 我们回到Github代码仓库 会看到这里呢 命令行工具 还有一个OLAMA SERV这个命令 这是启动它的服务器 服务器提供了一系列 API供我们使用REST API 在Mark上当启动了OLAMA应用后 整个服务器就已经启动了 那么API就已经可用了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 在进程中有一个OLAMA的进程 在这里呢 已经看到它开始输出内容 说话有点缓慢 我们就让它慢慢的输出 我的笔记本的风扇已经开始轰鸣了 我们可以在另外一个窗口中来尝试一下 这个API 这个API呢就是简单的交互 非常非常简单的API接口 通过POST请求 调用API slash generate 提供模型和Prompt 模型呢这里用的是LAMA2 大家有兴趣呢 也可以去拉取更大的模型来尝试一下 也就是现在这个表格中所分享的这些模型 而我们这边呢就用LAMA2 回到控制台可以看到这里呢 已经完成了问答 这就是最最最基本的控制台 或者命令行中与LAMA2模型交互的一种体验 我们可以退出这个Ctrl D 退出交互的这个窗口 或者是这个控制台 接下来尝试使用API来调用一下 我们可以直接拷贝 拷贝就好 因为它就是运行在本地的11434端口 我们通过CURL来调用 会发现这也是一个 看起来流逝的一个结果 那这个呢就是如何使用控制台 或者命令行 以及如何使用API 最后来分享关于Lanchion框架的集成 在Lanchion中既然为我们提供了它的集成 那我们就来试一试 在这里呢 非常非常简单的几行代码 就可以完成这个工作 Lanchion框架提供了OLAMA的封装类 提供 我们只需要输入几个参数 主一个是OLAMA服务器的HTTP链接 HTPURL以及提供模型的名称 那在这里呢 我已经简单的准备了这份文件 稍稍做了一些调整 抽取出了一些参数 OLAMA的host OLAMA的端口port OLAMA的模型 这几个小小的参数提取出来 同时呢通过一个循环以及命令行的输入 获取来进行简单的交互 这样就可以通过Lanchion框架 来集成OLAMA的端口 实现问答 输出呢 利用的是Lanchion框架所提供的流失输出的 这个handler 这个输出呢 是直接输出在标准输出上的standard output 那我们可以来试用一下这个脚本 可以看到这个API的调用已经结束了 那我们就来调用 试用一下这个脚本 我们换一个窗口 在这里我通过 Virtual Environment来管理的这个依赖 有兴趣的同学呢 可以参考一下这个requirements 当然了 这个不要也不要紧 安装来讲 就只是需要安装Lanchion最新版本就可以了 我们来执行这个get started 在这里呢 通过 我就来执行 现在就进入了这个问答窗口 我们可以来问他一下 what is 这个交互就是与我在自己的电脑上 本地运行的OLAMA服务器在进行交互 那这个回答看起来是流逝的 但是似乎有些慢 大家可以去在自己的环境中尝试更 计算资源更丰富的环境中 看看是否能够看到更流畅的问答 当然了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演示 一个demo 既然它已经提供了API接口 我们也可以将其集成到其他的外部应用当中 实现基于LAMA2或者更大的模型的AI功能 那在这里咱们就稍等它一会儿 等它完成 接下来会尝试提一个问题 看看它能不能够为我们在编码方面提供一些支持 接下来我来尝试询问一下 我随便问了一个问题 我也不确定这样问是否能够得到一些比较好的结果 我想是要给我一个先进先出对列的简单实现 通过Python来实现 它似乎在一点一点的尝试为我生成 倒也还是不错 它的生成可以看到从编码的格式上 它也有正确的显示 那也可以帮助我们在输出的信息中 很好地做数据提取工作 我们可以将代码提取出来 甚至可以直接使用 我想这个输出是会要花一些时间的 那么咱们就稍等一会儿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大家可能还是等着一二九了 这里呢,Lama2终于回答完了我的问题 也给到了两个不错的实现 那这就是如何在本地环境 利用AllLama来运行Lama2等大远模型 当然了,今天我也使用的是最小的一个模型来做的演示 有兴趣的同学呢,可以选择更大的模型来试一试 当然了,不光是简单的模型的运行 大家还是可以来到这个代码仓库 也就是AllLama的项目主页 来了解它们更多的技术细节,包括功能 我们还可以基于AllLama2来定义自己的模型 Custom Model 可以看到它非常类似于DockerFile的使用 基于一个模型的作用 或者是使用一个模型作为基础 来设置自定义的一些参数来构建一个自定义的模型 比如可以对Temperature参数进行设置 甚至还可以对系统提示的System Prompt进行指定 那这就是这个项目AllLama 有兴趣的同学呢,也可以关注跟进一下这个新的开源项目 他们现在还是处于早期的阶段Early Preview 当然问题肯定还是会有的 好吧,那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有兴趣的同学呢,请持续关注我们频道 同时呢,同学们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交流 好吧,那话不多说,咱们就下期再见 同学们,拜拜